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拿大有权随时撤销上述维修许可 报道还称 此前由于对俄制裁而被困在加拿大的西门子火轮机部件已经离开加拿大 正在前往德国的途中 这些部件一旦到达目的地就将被已交给俄方代表 从而使加拿大可以通过使用这条间接运输路线来避免违反其对俄制裁措施 RT报道 加拿大最初拒绝归还火轮机部件 理由是认为该设备是受制裁的军民粮用产品 这种情况迫使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削减对德国60%的天然气输送量 因为在一台无轮机发生故障 其他几台无轮机需要维修的情况下 北西医管道在技术上无法以正常水平奉送天然气 然而 在与柏林方面谈判后 加拿大最终决定在本周早些时候规划了无轮机部件 报道还提到 乌克兰能源部和外交部7月10日就加拿大规还火轮机一事 曾发表声明 称乌克兰对加拿大的此项决定深感失望 基辅方面认为 利用过境乌克兰的输送能力 俄罗斯方面可以在没有火轮机的情况下继续向欧洲供应天然气 乌克兰当局呼吁加拿大撤销这一决定 北西医管道是从俄罗斯向欧盟出口天然气的重要通道 7月11日 由于计划进行为70天的定期维护 俄气公司暂时停止该管道的运营